由法谷山慈善基金会举办的第24期 法谷山北区百年数人奖助学金颁发活动 4月19号下午2点在法谷德贵学院举行 此期会秘书长国庆法师清临现场关怀 副会长柯瑶碧颁奖致辞 会中除了班证奖助学金外 并邀请实践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杨培 以勇气为题演讲 鼓励现场400多位高中大学在学寿奖人以及亲友 以面对生活逆境的勇气 在求学道路上用稳健步伐迈向光明人生 你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的那个勇气 其实要靠自己去努力不懈而 慢慢地赚到争取了成为你的信心 那你可以用你的实力去建构你自己的成就感 你也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克服你自己的一些障碍 来得到一些信心跟成就感 那我用师父的一句话鼓励大家 师父从小他的父亲就告诉他 说小鸭有小路 大鸭有大路 我们不要跟人家做比较 我们常常的烦恼就是从比较而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可以放下自己 让自己走向光明 小鸭大鸭通通会到彼岸 通通会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去年受奖的徐同学 今年也发信回来担任主持人 带动现场的气氛 我觉得他们把我当家人 然后就是真的小孩都有在教 像吃饭的时候啊 就会教一些就是生活的道理 这样 可是就觉得很受用 像我们今天吃饭有讲到 就是诗姐姐讲她的同事 可是就讲到孝顺的问题 然后她就说孝顺就是顺父母嘛 就顺就是孝啊 对然后觉得就虽然很频繁的对话 可是就觉得还蛮受用的 就很谢谢一直以来很照顾我的大家 然后就妈妈也是母天父子 就从小就这样子 然后就很感谢 就即使我是在台北读书 可是我们的亲情就是还是源源不断的 每一位受讲的同学们 内心都洋溢着满满的感恩 由衷感谢一路协助自己求学的师长 义工及亲友 首先是对妈妈还有阿嬷 就是因为在南部念书 然后就比较不常回家 那就是虽然是有天天通电话 那但是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 那就是希望阿嬷还有妈妈 多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对于法谷山的师兄姐 就是很感谢师兄姐 因为在屏东念书 然后就是离家里比较远 那有时候师姐他们会在期中考 或是期末考前 然后会打电话特别来关心一下 最近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然后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会这样常常打电话来关心 然后让我觉得很温暖 就是感觉出门在外 然后除了家人 然后还多了就是多了师兄姐的关心 我觉得那个必争师姐 就是我们这边的 对新庄群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会一直叮咛我们 然后很谢谢他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把我们当自己的小朋友 然后就是都会一直叮咛 然后不管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他会关心家里的状况 然后就不只单单就是关心我的那个学习状况 然后家里他也会 也是说 所以我们现在是手心向上的人 然后我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变成手心向下的人 那时候因为应急出来时间 然后第一次去做 然后就遇到定慧师姐 对定慧师姐他 人真的还蛮好的 对我们真的 很照顾我们 因为服务学习服务 所以是会觉得说 会让自己觉得说 其实服务别人还不错是真的 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其实还蛮感谢一路走来的 不管是谁 就是连老师也会来帮助我们 然后还有就是这边的师姐 也会来帮助我 还有奶奶啊 还有 姐姐 最重要的是爸爸 爸爸一路支持我到现在 我其实我还蛮感谢他的 对 其实我没有说过 对他说过 记得有 可是很少 就可能一句一次而已 就跟他说我爱你 对我就希望 透过这个集合 我就说 爸爸活爱你 对吧 就差不多这样 靠着支支不倦的求学毅力 与优异的在学成绩 此机位表示 今年全台预计将有1771位学子 获得奖助学金的表扬与支持 希望结合社会资源及各界的善心 以积极具体的行动 帮助学子安心向学 并响应法库山创办人 圣言法师 致力提倡的心灵环保理念 秉持着给孩子关怀 使其接受完整的教育 以正向态度面对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